在贵州自驾的第115天 我们终于到达了荣江县 这个我们一直期待的地方 这里也将是我们在前东南的最后一站 不过今天这突如其来的降温 还真的是让我们有些措手不及 大家好,我是七哥 今天降温了 昨天还睡车里面还得吹风扇 今天我们这两张被子不知道它砍不砍得住 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荣江 大家看一下荣江的地势好像有点不太一样 跟之前的重江跟梨平都不一样 比较平,是吧 虽然很冷,但是我们两个也很开心 因为我们找到了一个非常好的露营地 大家看一下我们车子停在这个地方 这里很广阔,这个视野 对,然后这是停车场 然后在停车场旁边有各式各样的小吃 还有水果 最重要的是在我们正前方 是一个很漂亮的景区 我们进去看一下 这边有水果滩 这边有小吃滩 其实我们现在距离城区很近 才几公里 想吃啥也可以到城区里面去吃 然后今天我们带大家来看一个非常奇特的地方 前东南不只是千户苗寨 还有这千户洞寨 这里叫天下第一洞寨 三宝洞寨 我们走进去看一下 正前方就是他们的鼓楼 三宝鼓楼 这里面也叫三宝洞寨 三宝洞寨里面最著名的还是这个鼓楼了 这个鼓楼曾经是世界上最高的鼓楼 从下到上应该有个35米 曾经也是破过世界吉尼斯纪录的 像这些寨子 这段时间给大家拍了太多了 其实也拍的 我有点不想拍的 有点审美疲劳了 是的 拍的发去其实都差不多 对 但是他们这里是沿江而建的一个村寨 所以说平时应该也是挺美的 我感觉天气好的话应该也挺美 是吧 在我们旁边这条江叫在浩江 应该是这么多 我不知道当地的朋友叫什么 挺美的 荣江可能是我们前东南的最后一站了 过完荣江之后 我们可能要先到哪里了 鹿鹿 山都 对山都 前南 我们要先回前南去 然后在前南去了几个 我们之前没有能去的地方之后 我们可能就往广西方向走了 回到河池 但是这个也是我们的计划 我们计划过好多 然后都因为疫情或者其他原因 都没法实现 这一次也只是计划到时候再说 为什么这边有一个称号叫天下第一冻寨呢 因为他们这里的洞族人口 是全国密集度最大的 是这么一个说法 对 还是上来吧 还是带车里面吧 没想到 真的没想到 这一次降温 这么冷 真的是有点受不了 稍微有点受不了 明天才一度 因为我们穿的衣服 就是外面一个薄外套 里面一个短袖 现在是我们广西的穿法 贵州这边好像不太适用 我感觉 贵州冷一点 对 要买点棉袄了 可能是 现在你还想着换车吗 想 现在是不是越来越想 对的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住在这辆车里面 其实挺不舒服的 我的头老是弯着 坐这里也是 坐在床上也是 空间太小 对 太紧凑了 而且刚刚我们还被交警拦了 是的 被交警拦了 对 因为我们的东西稍微堆的有点多 按照规定的话 是不能超过车充线 我们堆的有点多了 刚刚有个交警 把我们拦下了 但是它也比较好 好一点 比较通人情 就跟我们说 下次不要这样了 让我们整改一下 所以我现在更加强力 有那个想法 我们的这一台车 是七座的面包车 一开始我买这个车的作用 是买来摆地摊 出去摆地摊 方便装东西 能装得多一点 这样子 这个用途 到了后来 我们出来旅行了 我就把这个车 改成床车 然后现在旅行了 一年多时间 我就 我们已经发现 这个车子有点 稍微容不下我们两个人 还有我们的东西了 一来东西多 二来空间小 像如果说是在我们广西的话 还好一点 如果说在贵州 经常我们要在外面煮吃的什么 确实是这个温度 确实是受不了 扛不住 就像现在这样 现在我真的都不想出门了 因为外面在刮风 一刮风 那个风灌到身体里面 真的是冷得受不了 如果我们的车大一点 我们起码可以在车里面煮东西吃 也不是说要特别好 我们这两天一直在网上看 看那些用那种小货车 一万来块钱的小货车 然后自己改造成房车 对 把它改造成一个小房车 真的是越看越行动 然后也可以买一种那种 很大的那种空间很大的面包车 然后改一下 这个问题其实我们一直都在想 但是一直都在考虑 因为这个还是资金问题 还是资金不到位 我们是比较缺钱的 不是说我们现在赚不到 我们其实每个月赚是可以赚到一点 像如果说不稳定的话 多多少少都有个几千 一万这样存下来 但是我们真的缺很多很多很多钱 因为我们两个人以后要结婚 买房子 然后还有彩礼 什么的 我们都没办法靠边 只能靠自己 所以我们一直以来都是比较节俭的 对于比较大的支出 我们两个人是要经过讨论 考虑 然后考虑再三 才可以决定 但是这一次我们可能回去之后 就要想着把这个车换一下 可能想要换一下 起码住得舒服一点 如果有合适的话 我们可能会买个大一点的面包车 或者一个小货车 把它改装一下 对就这样子 你觉得行吗 我觉得肯定行啊 但是你能知 我跟你说我问你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什么问题 你能接受的最大的支出是多少 三万还是三万吧 三万块钱 最多三万 连车改好 能不能改好 我一直疑惑这个问题 三万块钱 你连你买车 然后把车改好 对 这外面太冷了 主要是风太大 出于了这个树 你看 其实我们本来今天到的是想去吃牛扁的 因为我们附近就是那个中城镇 中城镇好像是叫中国扁城好像是 中国扁城 对 有这个称呼 但是我们今天到的太晚了 之前呢 我们在黎平吃过那个牛扁粉 其实我感觉味道还是可以接受的 是的 但是熔江这边据说才是真正的这个牛扁的发源地 所以说我们还是要尝试一下这个真正的牛扁火锅 是吧 嗯 这一次不吃不知道下一次什么时候再来 明天再去吧 明天再去 拜拜